這位是我的師兄 師兄在車行的角樓樓上聚了一班師兄在練 很多時候我都會一起去 有些後來來練師弟師妹 我就會執拾一下教一下 後來有些師兄覺得我教得挺幼細 就跟我說不如我上來這裡教 這裡就是澳門健身院的天台 澳門健身院是我師父何金銘闖立 我師父何金銘就是業民的弟子 其實我們師兄弟或徒弟 見到師公、見到師父 都很認真、很擔心 這個天台是我們當年練拳的地方 六年代、七年代澳門很多人玩拳 澳門更加多人玩 每一晚我們都齊集了很多師兄在上面練拳 他教拳的時候一絲不咎 亦都是不勞而威 值得看一件事 我師父對澳門的熱誠 由1957年學拳到現在 這幾十年來他都能保持得這麼好 看回這個地方 最值得留念的就是地上一個一個的坳 這個坳是我們當年練拳的時候磨出來的 怎樣磨呢 我們是練馬線這樣磨出來的 特別有要注意 當然我們是不穿鞋的練拳 我們是剝腳的 磨一磨一磨一日之有功 天台就一個坳 造成我們今天的紀念 最後一次見到我師公、業民的時間 應該是1971年 這個位置特別有紀念價值的 業民的風趣、優雅、教養是令我很難忘的 我師公業民曾經和我們所有師兄弟 拍一張大合照 當時業民坐在這裡 我師父何甘平坐在這裡 我大約坐在這裡 當他看著我們玩拳的時候 他的眼睛是放光的 看到我們全失了 天台的用途是一個擂台 這裡是白階 去到那個位置 那裡是白階 去到那個位置 我們定時定日就在這裡 舉行我們自己管內的武術比賽 師父有說過 他說你學拳 不是要打倒對方 不是要打倒別人 你要打倒你自己 今天的我 你要真正作的我 這句話 師父在1967年已經跟我說了